乌克兰动乱战争一触即发 而在台湾发展的乌克兰名模瑞莎 父母跟亲人都还在乌克兰 加上外婆生病 家人现在没办法出国 只能够靠着视讯跟打电话 来关心家人状况 她非常害怕战争爆发 或是网络赞讯跟家人失联 只能够一整天就盯着新闻报道 关心家乡的最新进度 好的 再看一下 初期宾选大会当评审 瑞莎直呼搭档郝少文很可爱 不禁其乌克兰国家动乱 让家乡在乌克兰的瑞莎非常担忧 我今天买了睡过觉 对 因为一直看新闻 然后就当然会担心我家人 因为我家人还在那边 嘴角战斗 语气有些哽咽 一谈到还在乌克兰的双亲 瑞莎神情更加严肃 认识瑞莎家人出门行医 父亲原本站着和一位老人家聊天 结果父亲正好要去洗手间 才刚从洗手间走出来 刚刚站的地方就遭到炮弹袭击 父亲差点命丧家乡 让他更加珍惜和父母通电话的时光 瑞莎心情低落 这旁的郝少文也替他打气 瑞莎加油 对 你好可爱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不要有这种武装啊 暴力的这种事件发生 在去年申请规划台湾人 准备放弃乌克兰籍 瑞莎进化在台湾买房子定居 现在家乡动荡 弟弟也跟着他一起来台湾发展 他更希望还在乌克兰的双亲 能够马上来台 也希望家乡早日恢复 昔日的和平与宁静 记者范继文 许忠颖 SNG小组 台北相当 SNG小组